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有人说 这个世界就是一条巨大的弯路 而直场 是这条弯路中最曲折的那段 工作中最常走的弯路 是反反复复 周报月报没有尽头的汇报 老板说 简单做个方案就好了 你就知道这件事简单不了 重复过多遍的工作 也得出点新思考 要是方案能自动思考 该有多好 感觉这家公司不行 那就快逃吧 可一去面试 又发现了熟悉的弯路 明明岗位描述的挺含糊 还嫌你 思路不够完整 思考缺乏深度 把项目经验背得烂熟 没用 得写个作业 体现你对行业的理解程度 谁能给纸条明路 和心动的offer 来一场双向奔赴 这个班要不咱比上 搞点复印也是个出路 找思路 做调研 写规划 总得迈出第一步 原来从想法到落地 才是最曲折的弯路 一直羡慕旷野 可旷野里压根就没路 职场弯路走多了 都走出经验里 能借助外力的 就别难为自己了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你们可能没想到吧 我还没淘汰 这期一对一选人PK 赢了就能晋级 你们都没看见 那些人老想赢了 争着抢着就要选我 搞得我压力特别大 我这辈子都没被 这么多男人竞争 危险 都都完了 太猛了 这个开场 他又赢了 你们都知道 我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到这来 就是我老板 非得要我来的 他天天忽忽悠悠的 就只都给我画饼 哎 李雪芹你行 你有天赋 你能进决赛 完了你就飞黄腾达了 我以为我老板 就够能忽悠的了 结果到这会儿 李旦还有个台上说我 李雪芹 天赋异饼 你说我有啥天赋啊 我现在就有个饼 逗逗就应该选 周期货了 就参加这个比赛啊 这帮脱口秀演员的套路 我都看明白了 就来哪个嘉宾 就在台上说哪个嘉宾的梗 一会儿说大麻女装 一会儿说乘风破浪 那咋的 你们上不去吐槽大会 跑这圆梦来了吗 真的 我当时听说嘉宾是秦浩老师 我都能想到有一些演员 那稿子里讲啥 啊 我们之前一直嘉宾请的 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今天终于不是姐姐了 是姐夫 姐夫爬山嘛 姐夫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你说你都知道她是你姐夫了 你还能有啥机会呀 你姐能愿意吗 我平时哥沈阳 为了来这个节目 一个月跑好一趟上海 叫也睡不好 我一上飞机 我寻思睡一会儿吧 我旁边那小孩娃娃叫唤 妈妈 我给你模仿一个鸭子 嘎嘎嘎嘎嘎 你拍的点着都很奇怪 为什么 我真求求了现在家长啊 你带你家孩子见见世面吧 模仿模仿猫头鹰行不行 那晚上一起飞就闭嘴 后来有一回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寻思我对自己好点吧 就给自己生了个仓 做了一把商务仓 但是我没想到 也没有人告诉我呀 那有钱人也生孩子 我来了之后 我寻思我在这个舞台上 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讲讲我因为不好看 受过的伤害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台上只要是个女的 就说自己不好看 那双胞胎 还有个台上说自己脸大 她俩能脸加一块都没有我的 我就希望广大女性演员们 不要再嘲笑自己的长相了 既然咱们都说脱口秀了 咱得通过自己的幽默和智慧 让所有人都明白 就长成我们这样 那就叫美女 你们还是别笑了 你们一笑我也想笑 但是我在台上不能笑 因为我这衣服太紧 一笑就崩开了 他们老让我穿这么紧的衣服 我说能不能穿裤衩背心 他们说不行 你那么穿像王剑谷 他真是掌握了脱口秀 他也厉害了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特别难过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王剑谷呀 完了他们说也不是看不起王剑谷 就是这个舞台上吧 只能有一对双胞胎 我们给他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 足以让他冲到决赛 我感觉这一季 我走到这就到头了 因为他们老说我稿子不行 说我没有攻击性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攻击性 你说我有啥攻击性啊 我在台上打名吗 他是说了个谐音是吗 你看我就说 我像王剑谷吧 跟裤衩背心根本就没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 我上这个节目之后 我也看了 很多人说 我不喜欢李雪芹啥的 我看完挺伤心的 然后我也自我反思了很多 所以借此机会 我还想对那些 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谢谢大家 我是李雪芹 咱们有缘再见吧 你真的美得不容天理今天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刚才有一个第四排 这老也不笑那小伙儿 你能不能先除去一下 我今天这个衣服 你们也能看出来了 我现在挺膨胀 就膨胀到啥程度 就我走路上 来车我都不躲 那司机一看见我 嘎就自动停车 因为我 红 有一天我妈着急忙慌 给我打电话 说姑娘 我听说你进娱乐圈了 那圈男女关系可混乱了 你加点小心吧 妈 实不相瞒 这就是我进入娱乐圈的原因 你们发现 突口就演员红了之后 怎能接广告 我就感觉啊 今年大环境 就是促进消费嘛 我们突口就演员 特别适合干这个 别的不会 就擅长消费自己 就为什么那几位 今天坐在那里不上台 你们知道吧 因为他们的段子 已经在双十一中用完了 我有一个客户也是 我现在广告老费劲了 有一位我拍了广告 是一个酒的客户 他说没有要求 唯一的要求是 你这条视频 必须得上热搜 我说那我想了好几天 我也没想到来 我老板说 我给你想一个 你这么拍 指定能上热搜 我说啥 他说 李雪芹酒后顺长江 漂流三十公里 我说老板 这个视频得咋拍呢 我老板说 这个视频最重要的 就是真实 我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 客户同意了 但是客户说了 我是东北的 希望可以从黑龙江 开始漂 我极力反抗 我说老板 你不能这么霍霍我 我老板说 我看过数据分析 像你这种 突然红起来的 生命周期 普遍都很短 得抓紧变线 我说老板 人家说的是 职业生命短 不是我这个人生命短 我老板说 你职业都没了 你胡嫩肠 有啥用啊 最后他实在是 整不过我了 他说行 你要有需求的话 我可以给你 整一个救生圈 黄色的 便于救援 我说那救不上来呢 他说那便于打捞 我说不行啊 冬天水太冷了 我没有那个勇气 我老板说 我教育一下子你吧 他为了鼓励我 给我看了他的手机 那个手机 上面有一段视频 视频中 忽兰和周启默 在那里唱Rap 一会儿给你看 一会儿给你唱 那个词 嘿嘿 又又 All Stars Hero on the Super Show 我那一瞬间 我发然醒悟了 我说客户 这么得吧 我给你推荐两个人 他俩不怕冷 但其实我红起来 也挺意外的 你想今年这脱口秀啊 王勉 脱口秀冠军 王建国 脱口秀亚军 李雪芹 脱口秀亚军的CP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有人喜欢 克这个CP 但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连王建国都有违粉 哎呀 就在我那微博下评论呢 建国是我的 抱走建国 我天哪 我就想 你说王建国的粉丝 都啥体格啊 完了上完节目 就天天有人问我 你跟建国咋样了 有一段时间 我天天做噩梦 我有一回梦念我跟王建国结婚生子 我生孩子的时候 医生问 宝大还是宝小 王建国说 我保密 哎呀 我除了王建国 就剩一个宇宙的尽头了 哎呀 我现在天天都能看见这几个字 说啥都有 宇宙的尽头是铁岭 宇宙的尽头是霸鱼圈 宇宙的尽头是肉夹膜 我就感觉那宇宙水性洋花的 你说老是 可一个句子用有什么意义呢 真是人间不值得呀 哎呀 其实2020本来就是充满了意外的一年 如果说我从这一年学到什么 那就是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你说今天来的这些啊 他们要是不干现在的了 也有自己的天赋 你看有会唱歌的 有会讲课的 有会表演的 有会艺术的 还有手表特别贵的 但其实手表特别贵 也不算天赋 就是富嘛 你说我有啥 我有我妈 当然了 我知道不管在哪个行业里 你就得做好 浮浮沉沉的准备 但是尤其是娱乐圈 有一些人沉下去 可能就再也扶不上来了 但是我不怕 因为我老板给我准备了一个救生圈 你们先不用欢呼 按理说表演到这儿 我应该咔把这绳一拽 它就变成一个救生圈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我今天拿来发现 我老板给我的救生圈是坏的 所以说2020就是这样的出满意外 谢谢大家 我是略琴 大家好 我是略琴 我是一个网红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说脱口秀 所以你们不要对我有什么期待 另一方面就是 我在这儿等太长时间了 我一直想上厕所 我现在马上就要憋不住了 所以如果一会儿 我讲得非常混乱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经历 都在控制另一件事情 我说实话 我今天站在这儿 我特别难受 本来我咋想呢 你说咱也不会说脱口秀吧 到这儿丢人现眼 我讲点我知道对吧 我给大家讲讲 怎么当网红 我就寻思 那你说谁会比我有经验呢 我到这会儿 我就给你们讲直播带货 谁会比我懂呢 然后到这儿一看 早是罗永浩老师 哎呀 我觉得 很多人就质疑我说 你做一个 你是一个做搞笑视频的 你怎么来说脱口秀 他们不懂 做搞笑视频 和说脱口秀之间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 密切到啥程度呢 我毫不夸张地说吧 我觉得我们做搞笑视频的人 是全世界最希望脱口秀 这个行业发扬光大的人 真的 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上哪儿去抄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谢谢 以后会多抄的 以后多抄笑话段子 我就这么说吧 一个脱口秀演员 每年的产量 大概可以养活八个搞笑视频播主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 李月勤 你抓住机会 那儿有五十个脱口秀演员 免费 所以我这次主要就是来上货的 希望 这个可以是 希望接下来的选手们 都好好表演 如果你表演得好 你的段子又有机会出现在热门视频上 一百多万点赞 但是表演者不是你 你提到网红吧 大家印象都特别不好 但是我是网红界的一股清流 清流 你提到别的网红 炒作 整容 我就不一样 你提到我 略形 低俗 很多人吧 还觉得网红没有文化 学历低 一开始大家也是这么看我的 因为我做搞笑视频的嘛 后来网友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因为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的 绑的就是这个 他们发现我是北大毕业之后 马上就开始说 略形 装疯卖傻 我跟你们说 这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评价 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你们想想啊 一个人说你装疯卖傻 他最基础的前提是什么 他觉得你又疯又傻 我天 你要不说 我还以为我是幽默呢 就是关于上北大这个事啊 太多人质疑我了 每次我直播啊 都有人说 略形 你真是北大的吗 我说是啊 那你这样怎么能上北大呢 我说我这样怎么能上北大 就我这样 我但凡正常一点 我长得好看一点 我都上不去北大 效果拉满 真好 有一次就把我低级了 我是气坏了 我说啊 北大不是我自己考上的 我爸花钱了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 质疑另一个问题了 你爸是干啥的这么有钱 我说啊 我爸倒上西北风 从咱们东北 往东南沿海地区倒腾 那晚上东北产能过剩 南方没有 我爸一年挣老鼻子钱了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我家是干风力发电的 李雪芹 铁岭风电小公主 家里全是大风车 我们做网红平时要直播嘛 大家都知道直播间里 对我大哥给你打赏 谢谢大哥 知道吧 我们直播间里也有一位大哥 叫人海浮沉 每次我直播呀 他都给我刷礼物 娃娃刷呀 还给我留言呢 类似于啊 美女真漂亮呀 美女多大了 美女有对象吗 找对象什么标准呀 一开始我觉得啊 这大哥好像对我有意思 我就偷偷地去私信了他 然后我发现人海浮沉是我爸 但是我感觉啊 这事不能赖我 你叫什么人海浮沉呢 你起码你叫个往事随风 咱家还有大风车 我上哪能认识来你 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事 我爸应该向我妈学习 我妈的名字通俗易懂 李雪芹的妈妈 我妈真太支持我做这样工作了 我一直播 他就去我的直播间里给我留言 他觉得自己人气不够啊 他要带着我的七大姑不大姨 都去留言 留言的主要内容就是 主播今天发红包吗 我真特别感动 我觉得真的 当所有人只关心你 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只有你的亲人 关心你直播间发不发红包 这个段子是我超沪莱老师的 谢谢他 跟出来了 我没说完呢 没说完呢 完了 又节奏给我打乱了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 完了 这不会说了 其实大家对网红印象普遍都不好 我每次出去自我介绍 我说大家好 我是略琴 我是一个网红 哄堂大笑 我每次我都很好 就是你们笑什么呢 终于有一次我问了 他们说 略琴我觉得你特别幽默 你说你自己是网红 你还会自嘲呢 对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其实是炫耀 但从那以后 我就更喜欢说 我是一个网红了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 是我仅有的幽默了 谢谢大家 我是略琴 这么安静啊 炸了 炸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略琴 我想结婚 每次我跟人说 我想结婚 等人家都特别诧异 问我为啥 为啥呢 我举个例子吧 上回路途尾赛 我来上海 待了半个月 回到家之后 我一看 窗台上死了三只蚊子 饿死的 那一刻 我觉得我跟蚊子共情了 我觉得那个蚊子 饿死之前 跟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 应该是一样的 这屋里要是能有个人 该多好啊 但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 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 他要跟我说 不是的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 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 我一心 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 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 那他说啊 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 他说你看啊 你好歹是一个网红 我怕咱俩分手了 上热搜别人骂我 我说我也没有 哄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 他说嗯 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 凭我对你的了解 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 我说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他说这么的 略行 我给你吃一个招 你呀 你就上脱口秀大会 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 然后呢 我就来了 我行的这回 我到这 真的呀 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 越幽默越好 那过日子多快乐呀 所以现在啊 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 他们在台上 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 虽然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 他们就是想得到我 雪芹你一下爆了 雪芹晋级急了 其实吧 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挺卑微的 我在男女关系中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 笑啥呀 笑点在哪呢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也被人追过 那是我 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在我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 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 他当时单膝跪地 捧着一束玫瑰花 对我说 李雪芹 我喜欢你 咱俩搞对象吧 那个时候我对他说出了 我这一辈子 对男性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 我妈不让 十一年过去了 今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 真的 在这里 我想对十一年前 就读于辽宁省铁岭市 开远县 第八中学 八年级三班 也为姓徐的男生说一句 我妈让了 头皮胖了 这下不能怪场子了 不怪自己吗 虽然我小的时候 我妈不让我搞对象 但她现在特别着急 因为我爸妈离婚了 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我妈就觉得很亏欠我 一直就希望我能 找点有个人陪着我 跟我组建一个家庭 所以我妈催婚呢 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 姑娘啊 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 这么多年了 家里呢 也没个男人 过年买这些东西 咱俩一点点往上搬 妈老了 搬不动了 我当时我心里听着 那特别难受 我说妈 你放心 我保证明年过年 咱家多一个男人 我妈说 嗯 我相信你 果然到了第二年 我妈结婚了 那个时候啊 我就想起来 我小时候写作业呀 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 后来她实在看不见剧了 自己把我作业给 她实在看不见剧了 自己把我作业给写 过了半年之后 哎 我爸也结婚了 我就怀疑啊 我说是不是结婚 是大自然 给人类家庭的KPI 每个三口之家 正常情况下 要完成两次婚姻 我爸我妈看 这孩子也不争气 家里业绩完不成 哎 行子别逼孩子了 把咱家这个KPI 给完成了 要不是我爸妈 这么机智 真的 我家现在可能已经 被大自然给淘汰了 他这个跟老田姐姐 我觉得票肯定会非常高 对吧 其实我说这些啊 是想跟我爸妈说 这次机会啊 我说 我爸我妈都结婚了 我真的非常的高兴 虽然他们不是 跟对方结婚 但是我是真心地 祝愿你们能各自幸福 至于我呢 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 都说父母是孩子 最好的老师 就结婚这个事 你俩都手把手 教我三遍了 我指定能学会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我最近过的不大才好 因为我的 我的老板特别奇怪 有一次啊 晚上我老板 凌晨三点给我发微信 我没有回 他觉得完了 李月琴死了 然后呢 大 我发 没有 没有没什么 我就觉得这么神经病 他死了 然后吧 他大概给我打了 能有二十多个电话吧 终于在他决定报警之前 把我给打醒了 我一接电话 他跟我说了一句 让我特别绝望的话 他说大半夜的 你怎么还睡觉了呢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 第二天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破工作太累了 我老板脑子有病 我压力太大了 不想干了 要不回家种地得了 我妈说挂了吧 咱家没地 我说妈你等一下 咱家没地不要紧 现在不是可以去 给别人家种地吗 我跟我饭就行 那咋子不比上班抢啊 妈说傻孩子 给别人家种地 那就要上班 你们看啊 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现状 没钱 没地 没退路 只有一个无情的母亲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头看了吧 我输了 回去之后 我老板去机场接我 见我面 第一句就是 哎 我不咋太满意啊 你看李月琴怎么回事 我辛辛苦苦 把你培养成一个网红 你让你去说脱口秀 你怎么还能说不过 那帮说脱口秀的呢 这不就长得挺不愉快的嘛 到家的时候 我老板说 你下车吧 我抽根烟再走 我一看这不行啊 我说老板 我来给你点上吧 老板说不用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话音未落 老板车让我烧个窟窿 你们知道一辆 价值一百五十万的奔驰 修一个窟窿 需要花多少钱 我知道 一万九千六百八十八 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两个窟窿 也是这个价 十个也是 一百个还是 我说哎呀 那这要是我烫一千个的话 老板 你就说 你想不想尝试一下敞篷车 但是后来吧 这个车 它当时没让我赔 而且还不提 就好像这个事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搞得我特别慌 我天天提心吊胆的 我就琢磨呀 你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良心发现了吗 不应该呀 你说当老板的哪有那玩 站走 到最后啊 到最后 这个事我思来想去 只有一种可能 他暗恋我 哎呀 当时啊 我一下子就想通了很多事情啊 怪不得呀 你说他为什么 半夜三点还给我发微信 想我 男人 想我 太可这欲行故动 然后吧 我就把这些事跟我妈说了 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 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 姑娘 你老板喜不喜欢你 妈不知道 但是我听你说完 我感觉啊 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 你有可能是习惯你老板呢 我当时一听真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 完了 两情相悦了 真的 这个秘密让我发现之后啊 我可真是太快乐 我有时候上班 我想着想着 我都能笑出声来 我头上说雪芹 你笑啥呢 我心想还雪芹 珍惜这段时光吧 过几天 你就得帮我叫老板娘 她对照是真强的 对 太强了 真挺厉害的 哎呀 她干过所有说脱口秀的了要 哎呀 那段时间呢 我真是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 我天天观察我老板 寻找他爱我的证据 结果证据没找着呢 我老板给我骂一顿 他说我不好好工作 天天鬼鬼祟祟的 说啥就要扣我工资 哎呀 给我气的呀 你们说这男人啊 多有意思 还没结婚呢 就会从媳妇手里扣钱了 后来我一看 这老扣钱也不行啊 你说他老可能欲行故纵 我也不能一直守株待兔啊 要不我也故纵一下吧 我就跟他说 我不干了 然后他看了我半天说 可以 我就懵了呀 这不闹呢吗 我本来想声东击西 这怎么还打草惊蛇了呢 那什么 你不挽留我一下吗 咱俩这老些年 除了工作 你想想咱俩这就没有别的事吗 我老板说啊对 我想起来了 我从德国呀 订的那个配件到了 你赶紧把我车修了吧 两个儿了 谢谢大家 我这些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你们可能没想到吧 我还没淘汰 这些一对一选人PK 赢了就能晋级 你们都没看见 那些人老想赢了 争着抢着就要选我 搞得我压力特别大 我这辈子都没被 这么多男人竞争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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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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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完了 太猛了这个开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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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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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又赢了 不是 你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到这来就是我老板 非得要我来的 他天天忽忽悠悠的 就知道给我画饼 李雪芹你行 你有天赋 你能进决赛 完之你就飞黄腾达了 我以为我老板就够能忽悠的了 结果到这会儿 李旦还在台上说我 李雪芹天赋异饼 你说我有啥天赋啊 我现在就有个饼 逗逗就应该选周起步 就参加这个比赛啊 这帮逗逗秀演员的套路 我都看明白了 就来哪个嘉宾 就在台上说哪个嘉宾的梗 一会儿说大马女装 一会儿说乘风破浪 那咋的你们上不去吐槽大会 跑这圆梦来了吗 真的 我当时听说嘉宾是秦浩老师 我都能想到有一些演员 那稿子里讲啥 啊 我们之前一直嘉宾请的 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今天终于不是姐姐了 是姐夫 姐夫 爬山嘛 姐夫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你说你都知道 她是你姐夫了 你还能有啥机会呀 你姐能愿意吗 我平时哥沈阳 为了来这个节目 一个月跑好一趟上海 叫也睡不好 我一上飞机 我寻思睡一会儿吧 我旁边的小孩娃娃叫唤 妈妈 我给你模仿一个鸭子 嘎嘎嘎嘎 你拍的点着都很奇怪耶 为什么 他刚才听见嘎就有怪 嘎嘎嘎嘎嘎嘎 我真求求了现在家长 你带你家孩子见见世面吧 往往往猫头鹰行不行 那晚上一起飞就闭嘴 后来有一回 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寻思我对自己好点吧 就给自己生了个藏 做了一把商务藏 但是我没想到 也没有人告诉我呀 那有钱人也生孩子 我来了之后 我寻思我在这个舞台上 发挥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讲讲我因为不好看 受过的伤害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台上只要是个女的 就说自己不好看 那双胞胎 还有个台上说自己脸大 他俩那脸加一块都没有我大 我就希望广大女性演员们 不要再嘲笑自己的长相了 既然咱们都说脱口秀了 咱得通过自己的幽默和智慧 让所有人都明白 就长成我们这样 那就叫美女 美女 你们还是别笑了 你们一笑我也想笑 但是我在台上不能笑 因为我这衣服太紧 一笑就崩开了 他们老让我穿这么紧的衣服 我说能不能穿裤衩背心 他们说不行 你那么穿像网剑谷 他真是掌握了脱口秀 太厉害了 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特别难过 你们凭什么看不起网剑谷 完了他们说也不是看不起网剑谷 就是这个舞台上吧 只能有一对双胞胎 我们给他的素材实在是太多了 足以让他冲到决赛 我感觉这一季 我走到这就到头了 因为他们老说我稿子不行 说我没有攻击性 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攻击性 你说我有啥攻击性啊 我在台上打名吗 他是说了个谐音是吗 你看我就说我像王剑谷 跟裤衩背心根本就没有关系 最后我想说我上这个节目之后 我也看了很多人说 我不喜欢李雪芹啥的 我看完挺伤心的 然后我也自我反思了很多 所以借此机会 我还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谢谢大家 我是李雪芹 咱们有缘再见吧 要不我就直接讲王剑谷吧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来见证我的淘汰 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 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 从导演到演员到李淡 挨个儿喷一遍 像缺心眼似的 完了我还晋级了 晋完级 今年让我讲遗憾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真好 节奏好就起来了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半决赛了 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 你让那淘汰的四十个人上来讲啊 我遗憾啥呀 大家好 我李雪芹 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 不可太遗憾了 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 我就去问我妈了 我说妈 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 我妈一下就慌了 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 你说实话吧 我能挺住 我妈这个人吧 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 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 她就觉得自己要死 然后她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 全给我了 三个月之后 她出院了 出院后第一件事 坐着轮椅上银行 把密码改了 我说你至于吧 你自己亲闺女 你防成这样 我妈说怎么不至于 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 之前我在北京 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 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 看见你 跟我说 闺女 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 你就给定了 我妈说 哎呀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困难不好 你就回老家得了 我家是铁岭的嘛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我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 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 哎 到王建国了 我和王建国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妈也知道了 我妈还听说 王建国是盘景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尽头 有没有可能是盘景人 我说妈 那宇宙的尽头 必须得在东北呗 那爱因斯坦 唱二人传出神的嘛 我妈说那咋的 咱东北多好啊 地大物有国 还有王建国 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 他去世65年之后 在神秘东方的 辽北黑土地上 有我妈这样一个 红颜知己 把他一辈子 都没想清楚的问题 解决了 其实今年啊 我真的离开北京 回铁岭了 很多人知道了之后 特别的惊讶 跟你们差不多 那个表情 就仿佛这个事 不是我从北京 回到了铁岭 是我本来 马上就跟 结婚了 突然决定跟 王建国私奔 那追着撵着就问我呀 离开了北京 你不遗憾吗 说得像我曾经 得到过北京一样 对北京来说 我连个备胎都不是 我为他奋斗 为他攒钱 为他付出青春 我走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 再见了 他也说 你谁呀 我回铁岭 居然还有人嘲笑我 你回去干啥呀 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 你说一个破地铁 有什么好自豪的呀 北京好 大环线 上下板 左一圈 右一圈 日复一日 圈复一圈 宇宙都有尽头 北京地铁没有 太厉害了 更过分的是 还有一群人 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说 北京不好 压力大 我离开北京了 又说 北京多好 机会多 我就感觉 就这些人 他们活着 唯一的目的 就是告诉我 生而为人 你很遗憾 很多人吧 都觉得 只有在北京 才能实现 他们的梦想 今天我就冒昧地 问一下 你们的梦想 是举办奥运会吗 反正我的梦想 铁岭就能实现 我就想要 锅包肉 熏鸡架 铁锅炖蛋鹅 所以 所以 你们真的不用 再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 选择王建国 谢谢大家 我认识 盲目崇拜 大家好 我是网建国的搭档 李雪奇 今天的主题是 是终点 也是起点 所以我这次 就先把稿子 结尾给写好了 然后我就写了 一些中间的段子 最后我就想 那我开头 讲点啥呢 哎 你看我现在开头 不就讲完了吗 哎呀 就今天这个破主题啊 从里到外都透露着 节目组的阴险 好不容易到决赛了 告诉我们 终点也是起点 那咋的 驴拉磨呀 龙共就这么几个驴 年复一年 一圈一圈拉呀 拉得好 还给根胡萝卜 萝卜上面 刻几个字 转圈大网 哎呀 太狠了 这也太狠了 这也太狠了 这也好 哎呀 就要我说呀 是终点 也是起点 这种老鸡汤 一点信息量都没有 你听上去 感觉很有道理 但你也不知道 它让你干啥 这种话吧 都不如我姥姥的人生格言 我姥姥的人生格言是 人痴而屎会变哑巴 你别看人家无凭无据 那你是不是有尝试一下 这冲动 忍一忍 忍一忍 到现场 不动就来了 现场有人挖了 所以说吧 我哲理这种东西 你必须得来源于生活 好比说我上回打车 司机说 右边修路了 左拐吧 完了十分钟的道 给我绕出来八十块钱 十三那起步驾 剩下六十七 我买个人生哲理 左拐也是一种右拐 这种人生哲理吧 你通常会伴随我们一生 小的时候上学 老是让每一个人都写一句 自己喜欢的话 当座右鸣 你们都写过吧 我小时候吧 怎么说呢 就是多多少少 有一点缺心眼 别人都写什么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还有学鲁迅 写个枣子 我写的是 快乐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那老师都气坏了 跟我妈打电话 说你家孩子写的什么 晚上快乐大本营 天天好心情 我妈说 这孩子还好笑了 他咋不写 拉拉拉拉拉拉拉呢 那老师都懵了 你知道没见过这样家长 跟我妈说 你少给你家孩子 看点电视吧 我妈说 对不住了老师 我家房子太小了 老师说 这跟房子小有什么关系 我妈说 那房子小吗 那电视吗 那我想看 我妈是不是挺呢 我妈可太呐了 但这个事被我爸知道了 我爸一下就没有好心情了 就开始呢 试图给我讲一些名人事迹 把我拉回正道上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回我爸给我讲 麦哲伦 人类环球航行第一人 真正的转圈大王 说这个麦哲伦呢 人家从来不自满 每到达一个目的地 都要重新启航 永远都在路上 我听完我就备受鼓舞啊 我就跟我妈讲 我妈一听也可高兴了 对对对 麦哲伦永远都在路上 她死路上了 你们知道这个事 给我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吗 就以至于 后来有的朋友跟我说 他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我说你知道麦哲伦吗 她说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个屁啊 她死路上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我妈也会给我讲一些鸡汤 然后我就说 你不是最烦鸡汤吗 那怎么的 五十来岁 你终于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呢 我妈说没有啊 我说怎么没有 当初我爸给我讲麦哲伦 你说人家死了 我妈说啊 那你误会了 我也不是烦鸡汤 我就是烦你爸 所以说呀 这个人生道理呀 听是一码事 你必须通过生活实践 才会知道 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说了这么大一堆话 就狠狠地反驳了 一个著名的人生道理 人痴而始 不会变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别说了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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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